美英家和欧盟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以人权为由对中国新疆有关人员和机构实施制裁 中方予以强烈谴责 中国外交部负责人已分别召见欧盟英国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 昨晚中方已第一时间表明严正立场 并宣布对欧方有关机构和人员实施制裁 中方也已向美方和家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40年来新疆维吾尔族的人口从550万增长到了1280万 人均寿命从30岁提高到了72岁 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新疆各族民众 依法享有中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 中国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享有稳定安全发展进步 这是最为成功的人权故事之一 但是美英家欧盟的一些政客 显然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他们对一些反华政客和所谓学者 恶意捏造所谓证据如获至宝 全然无视那些拼凑的所谓事实 完全基于虚假的所谓内部文件 受害人陈述和来源不明的信息 甚至对中国官方文件和数据 断章取义和歪曲篡改 这些只能证明 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什么人权 在乎的根本不是什么真相 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成功发展 不愿意看到中国人民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于是打着人权的幌子 以各种借口来干涉中国内政 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 他们的所作所为 是对中国人民名誉和尊严的诋毁和冒犯 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 是对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的严重侵犯 必须要指出 这几个国家自封人权判官 充当人权教师爷 但是自身在人权问题上劣迹斑斑 他们没有任何资格指责中国 甚至将自己犯过的罪 做过的恶强加给中国 我们不禁要问人之不存 权将淹富 美西方口口声声保护人权 他们到底保的是什么人 护的是什么权 他们如何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他们难道不应该感到羞耻吗 历史和事实表明 这几个国家想当人权教师爷 但他们根本不配 他们既非生人更无实力 希望他们明白 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 不是利比亚 也不是叙利亚 更不是120年前的中国 外国列强 加起几门大炮 就能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几个所谓的学者和媒体 同官方勾结 就能肆无忌惮地抹黑 攻击中国 而不受任何惩罚的日子 也一去不复返了 奉劝他们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利益 与民族尊严的坚定意志 来而不往非离也 他们终将为他们的愚蠢 和傲慢付出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